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补充说明第23道答案 请大家特别注意 以此版本为正确 农历正月23 第23道答案 佛降甘露不是你咨询的 某某大活佛能降甘露吗 你太愚痴太可悲了 他连金寇一段都不是 就是三段金寇的上尊 四段金寇的玉尊 也没有佛降甘露的本事 一句话 菩萨尊者降不了甘露 除了佛陀 另外只有妙诀菩萨是故佛降世 故据佛陀觉亮才降得了甘露 故必须非佛陀不可 戒心经说真地所降的甘露 是戒心经说真地 感造虚空佛陀降下来 印证南无第三世多结腔佛说的法 是如来正法 不是哪一个大圣德 大菩萨修法降的甘露 因为圣德门中 目前没有等妙诀菩萨 不惧佛陀觉亮 降不了佛降甘露 大菩萨最多降树花甘露 但必须说明 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 等于佛能佛降甘露 故在照命中 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强八佛 甘露有几种不同 如果是佛降至宝甘露 当下受到真正内密灌顶 当下大成就 正全知涅槃境 如果是佛降大宝甘露灌顶 必须守戒奉行 不犯甘露护持受咒戒 落久长寿 寿长一百二十五岁 十二年成就解脱 正全知涅槃境 如果是佛降菩提甘露 二十年成就解脱 寿长一百二十五岁 但必须守甘露护持受咒戒 若有犯戒 十五日内 必须真诚忏悔改过 否则甘露流失五宗 只有菩提甘露能做穆洒灌顶 但只有百分之五的效果 而甘露丸只有百分之二的效果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门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11日 4月5日 5日 6日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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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 6日